其實一路龍飛一路失蹤 到他回來 其實在陳雞英的心路歷程裡面 最初他不接受老公突然間失蹤了 而到最後其實他的心裡面都接受了 其實可能我老公已經不會再回來 他已經不再在了 怎料突然間一個消息說他回來 其實一定是很開心 雖然回到來他不認得我 他不記得我們一起的日子 他所有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我的心裡面都覺得沒有所謂 只要他在這裡 他認不認得我都沒有所謂 但是他整天在口中說老婆老婆老婆 這件事也是另一種的甜蜜 雖然他不是真的認得我是他老婆 《黑巨輪2》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給我 感覺到就是 無論身邊的朋友也好親人也好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保證 究竟我們可以見面一起的時間多久 所以更加要珍惜每一次的見面 每一次的一起 和親人之間的關係更加要珍惜 坐在我身邊 說 URL 好吧 中文字幕——YK